BOOKER的遊戲之所以這麼流行是因為規則非常簡單 簡單的地方就是你拿手上兩隻牌和外面五隻牌做一些蛇花夫的組合 最後打開牌的時候最大的就是贏家 但不是每一次你打開牌都會贏 所以有時候你就要靠用註碼去帶走對手這樣都可以贏 很多人覺得這個世界有些高手都一定會贏 其實所謂的高手都不可能知道下一隻牌是出什麼牌 高手之所以高手是因為他的估計做得好 雖然過年大家好像柴娃娃在玩BOOKER好像很開心 不過有些簡單的禮儀在BOOKER裡面都是要遵守的 剛才他們兩個看牌的方法真的嚇死我了 看牌是這麼看的 右手遮住 看一看就可以看到了 有兩個原因你不想他這樣做 第一就是你想個遊戲公平 你不想看到別人對手的牌 第二就是你很擔心他可能是在打龍通 他想特地拿牌給旁邊的人看 他們兩個一起夾你都很麻煩 你不想把牌給旁邊的人看 夠贏了 剛才Sitta只展示了一隻牌 之後就問Cyrus我是不是夠贏 其實這樣是很沒品 可以這樣說 因為在POKER的遊戲裡面 如果你想贏一個POKER的話 應該要展示兩隻牌才可以贏一個POKER 是一個數學的遊戲 當有時候你計算完整條數 但也想不到答案的時候 可能要看看對手的TELL TELL是什麼呢? 就是你平時的樣子不是這樣 你突然間加了一些小動作 就是TELL 我試過在台灣的時候 打過一個比賽 很困難 很幸運地中了一手牌 就應該基本是贏了 有些片段我看到自己的樣子是這樣 即是沒有那麼多 那個人在下注碼的時候 如果他是有牌的時候 他下注碼的時候 他又會說 那個數出來 那個數出來 對 但如果他是沒有牌的時候 他是不會說那個數出來的 結論很簡單 我覺得就是 只要你在POKER桌上 有牌沒有牌 中牌不中牌 但是同樣一個表情的話 這樣你就萬無一失了 九眼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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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很悶了吧 哈哈哈哈 做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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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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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就是自己拿著兩隻牌 然後就不斷摧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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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 過了嗎 過了嗎 過了 過了 剛才Sita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就是 他掛著玩電話 手伸出來 打算扔牌 這件事 就很明顯 就有一個 所謂 就是告訴整台 我對兩隻牌 沒有興趣 要扔的 第二個 他看完牌 之後 兩隻牌 拿起來 就這樣搭 這樣搭 做這個行為 是告訴整台 整台 兩隻牌都廢 我都會扔的 Siris 不如我們分析一下 好像賭神電影 不知幾% 我想初學者應該都不太明白 那些百分比怎麼算 不如你試試解釋一下 看看你有沒有說錯 這副牌 首先我中了一批 暫時贏了 但你也有機會反超 首先你做三隻擂 或者三隻拼 這裡有六隻 另外一個還有買花的機會 13隻 減四隻葵線 你還有九隻葵線 可以贏到 9加6 通常有15隻 你贏到 操略的計法 就是每一隻牌 是大約2% 15乘2 即是30 即是我在這隻牌 可以贏的機會 就是3分1 即是我派三次 就會中一次 試一下是不是 不中 不要緊 試了 原來都一樣 都不中 三次中一次 都不中 可以連續中三次 中一次 都中一次 我想再問 我現在在這隻牌 贏的機會是三分1 30% 如果我派了這隻 那你會贏 不是的 你是否贏 都不是的 因為你還有機會可以買 嗯 即是我現在還有多少百分 現在就變成 Queen 和King 都不是你會贏的 沒錯 那就只剩下九隻葵線 但其中一隻是不行的 沒錯 因為你多一隻葵線 三的話 我就會變成 烏魯 烏魯 即是說我現在有多少 八隻 八隻又是2% 即是說我最後這隻牌 有大約16%的機會 就可以反超前 16%的意思是什麼 即是大約 六次出一次 試一下 好嗎 一次 不中 兩次 不中 三次中 OK 四次 五次 六次 真的用六次 六次中一次 真是魔術一樣 對 OK